右手邊先看一項下 恭喜喔 這個8月12號 電影樓下的房客 衝出好票房 導演崔振動與女主角邵雨薇 和被網友封為 房客四大美團的莊凱勳 侯燕熙 森俊與林靜倫 特地顯神卸票 還約定票房破譯要露出美團 導演則現場送上驚喜大禮 送出機票一張 要莊凱勳帶著新婚老婆 去巴黎度蜜月 順便參加影展 為樓下的房客宣傳 送上一張臺北巴黎來回集票 兩張 給她跟她的這個美麗的泰坦 一起去巴黎度蜜月 師哥去考硬貨嗎 考硬貨 所以應該不是去巴黎露吧 欸 你答對了 就是要讓莊凱勳在巴黎鐵塔下面穿上雨衣 我們會讓雨薇幫你打包一份 帶去 那麻煩跟我們做一個連線 我們會去大的酒店 直播直播 樓下的房客上映短短五天 全台灣票房大破五千萬台幣 導演崔震東非常有信心 認為破兩億不是問題 而在片中 有裸露鏡頭的女主角邵雨薇 也上網看了觀眾反應 表示自己一點也不擔心被定型 非常有信心 其實我在電影上映之後 也有去關注一下粉絲對我的留言或評論 我發現他們都沒有針對這件事情來說什麼 然後反而他們都會男粉絲變多 就是說覺得很美 就是拍得很美 因為其實這件事情我也非常放心 導演在拍攝的時候就有告訴過我 我會被拍得很美 後來我去看回放 或者是在電影院看到的時候 其實我就真的很放心 覺得完全不用擔心說 會有什麼 就是之後戲錄的問題 因為它就是一個很美 很藝術的表現這樣